可愛扮相來推速 推進保育總隊 也用愛軟化了鐵漢心 三十四歲年紀 正式投入慈濟行列 身為女性 憧憬六年 過程慈濟人身影無處不在 見習培訓過程 看似身體付出時間和勞力 無形中成長的是自己 胸花下掛著佛心失智 這是承擔的開始 所以今天世界很壯 也很滿意 感恩 真的感恩 夫妻攜手受震 這一刻等了好久 人家如果要問我 為什麼要來接近慈濟 為什麼要走慈濟的這個菩薩道呢 我說從以前還不認識上人時候呢 我就受到她的精神的感動 如此的這個胸懷 全人類眾生啊 不是只有人類啊 所有的眾生 她都關懷到 都愛 曾任二十八年外交大使 八年前開始才真正踏入慈濟 傳授外交禮儀 甚至分享三代如素經驗 長者風範 歷經兩次培訓 如願受震 充足的時間來參加這個培訓的課程 她已經65 我已經快75 能夠夫妻的同心同修 同時走這條路來 我覺得這是很幸福的事情 師姐也覺得很幸福 是 我非常感恩 我們能夠一起走這個菩薩道 我們呢 都是在零三花會 因為呢 大家心都是共住一次 人人呢 跟佛陀的時代 兩千多年前的 零舊山文化 花花集 就是在零舊山所說的 無量一經 是花花精的精髓 大家庭 喜天丁 人文之夜 五味童證 也洗手受證 為自己發怨 人可以說的 Inc. 人人嘈 Number 2 天 above 3 天 above 4 天 above 4 2 天 above 5 我何其有幸能得到大家 我们共同的姻缘在会合在一起 师父好像真正的回到了佛陀故乡 就是我们的心愿 要记得回关渡的家 大汉光明 大汉新闻 萧志杰 李简宽 简缘集 台北部岛